复活 德国 列夫·托尔斯泰 1899年出版 大家都知道 托尔斯泰是世界有名的文豪 他写的书呢 实际上我都读不下去 因为都是长篇长篇的剧著 比如说《战争与和平》 我就从来没有读完过 我真正读完了的大概就是 复活和安娜·可雷尼娜 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年轻 只关注爱情故事 这本《复活》呢 是托尔斯泰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 他写了有十年 但剧中也没有写完 虽然小说是折掩于当时已经走向崩溃的农奴志 反映了农民和地主之间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但在我自己的记忆里 它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 而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一件真人真事 复活这个词的意思呢 其实是对两个人而言的 对女主而言 她就是从自我堕落 到戒烟戒酒 又回归到了善良的本质 走向了真正的新生 而这个男主呢 则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 完成了所谓的道德的自我完善 而达到了他自己的精神上的所谓的新生 小说的结尾是男主在夜里读顺经之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尼克六都夫凝视着那盏油灯的光 想得出神 他想到生活里的种种仇恶现象 又设想 要是人们能接受这些珍规 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怎样 于是他的心充满了一种好久没有感到的喜悦 仿佛经历了长期的劳累和痛苦以后 忽然获得了宁静和自由 他通宵没有睡觉 他像许许多多读福音书的人那样 读着读着 第一次突然领会了以前读过多次 却没有注意到的字句的含义 他像海绵吸水那样 拼命吸取《面前》这本书里重要而令人喜悦的道理 他读到的一切似乎都是熟悉的 似乎把他早已知道 却没有充分领会和相信的道理 重新加以证实 使他彻底领悟 现在他领悟了 相信了 不过 他不仅领悟和相信 人们履行这些戒律 就能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 他喊领悟和相信 人人只要履行这些戒律就行 不必再做别的 人生连依合理的意义就在于此 凡是违背这些戒律的就是错误 立刻会招来惩罚 这是从全部教义归纳出来的道理 而关于葡萄园的比喻 尤其有说服力 园户被派到葡萄园替园主工作 他们去把那园看作他们的私产 仿佛园里的一切都是为他们置办的 他们忘记了园主 杀害了凡是向他们提到园主 提到他们对园主应尽义务的人 认为他们有权在那个园里享乐 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 你和刘多夫想 我们活在世界上抱着一种荒谬的信念 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 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 这显然是荒谬的 要知道 既然我们被派到世界上来 那是出于某人的意志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可是我们断定 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显然 我们不会有好下场 就像那不执行原主意志的元户那样 主人的意志就表现在那些戒律里 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 人间就会建起天堂 人们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可是我们却要先要求这些东西 而且显然没有求到手 看来这就是我的终身事业 做完一件 再做一件 从这天晚上起 你和刘多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不仅因为他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还因为从这时起 他所遭遇的一切 对他来说 都具有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 至于他生活中的这个新阶段将怎么样结束 将来自会明白 对他来说